香港战中行动在港警的强势清场下 旺角 弥敦道等区恢复的通车 不过为了抗议港警的执法过当 昨天晚监狱预估有5000多位的香港市民 从弥敦道走到旺角 号称要逛街 而警方强势的驱赶禁止民众走到大马路上 在午夜过后冲突加剧 港警一度又以胡椒喷雾跟警棍来镇压 雨伞胡椒喷雾 警民又起冲突香港战中前几天才遭到警方强制清场 香港市民不满港警的强势态度 上千名民众自发齐聚 弥敦道旺角等区域说要逛街 将当地挤得水泄不通 警方为了阻止人群重新占领大马路 围起人墙将人阻隔在人行道上 但随着时间越逼近凌晨 骚动也越演越烈 民众将垃圾桶等物搬到马路上 企图形成路障 警方在后面忙着清除 对峙半小时后 机动部队一涌而上逮捕28人 落单的港警情况也没有好到哪去 遭到民众围堵有8人受伤 站中学子出面号召周日重上街头 也都希望那么多位朋友会带齐当天 和你一起上路的所有装备 无论是雨伞 遮 口罩 眼罩 还是其他你觉得适切的道具装备 我们很希望 来到这个运动 我们会看到它重新转动 虽然他们没有名言升级行动 是否会包围政府总部 但据了解 香港政府已经调派了3500名警力 以重兵应付军中占领区 即将爆发的连场恶战 记者综合报道